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营越来越好 饮食也越来越好 那许多疾病的征兆呢 也会让人家越来越忽视 今天要讨论哪些疾病 容易让人家忽视的 我们千万要注意 第一个 那这个要特别注意 注意到哪些事项 让我们看 当心慢性肾脏病的早上升 其实台湾的现在洗肾大概八万人 但是 我们孤大概有两百万人 可是知道自己肾脏不好的 大概只有三分之一 我们来评估你的肾脏好了 很多你们去抽血有没有 有一个尿毒指数叫 尿素蛋跟基酸肝 对 那基酸肝如果说 我们看零点几好像正常 那医生大部分都跟你讲正常 但是你去看肾脏科医师 我们不见得会跟你说正常 我会看你尿疫 如果你出现蛋白尿 但是你的基酸肝还正常 那你的肾脏到底正不正常 当然是不正常 但我们当然会根据它进程分成五期 比如说九十分到六十分就叫第二期了 到了六十分到三十分之间就叫做第三期 那到了第四期 这个叫做三十到十五分 十五分以下就叫末期肾病变 就已经到 但要洗肾其实就是在这个族群 但是我们这样五期 你觉得好像二十几年会经过 到什么时候才会有症状 通常到了第三期 到底我们讲什么症状是最容易出现的 疲劳 倒不是水肿 倒不是水肿 疲劳 然后我会认为食欲不振 然后可是疲劳食欲不振 你们谁会来看肾脏科 不会 不可能 都会来看 然后接下来可能会 电解脂肤平衡就开始出现抽筋 很容易抽筋 然后贫血 那到最后就传起来 这个都已经到很后面了 所以很多的其实疲劳 抽筋 贫血 那如果有合病水肿 什么泡泡尿 这个大概就是我们的肾脏科的命 等于说尿尿 很多泡泡的话 就是也有可能是肾脏的问题 其实很多一个叫 我们讲洗肾 为什么慢性肾衰竭最长的原因 第一名是糖尿病 第二名是高血压 第三名就是那种 蛋白尿 那还有一些像一些 痛风等等这些都会 可是它不管是什么原因 到最后肾脂球坏掉 它就露出蛋白尿出来了 其实台湾很多人是因为水喝太少 水喝太少你小便会浓缩 那一种倒是不用 但是你给它冲马桶冲看看 冲完之后就 就散掉了 那还就没事 真正的蛋白尿 我每次都举例说 你们有没有做过那个蛋糕 小时候帮妈打 打那个蛋白 打发了之后 你把它翻过来 都不会掉下去 蛋白是非常浓稠的 所以如果你 你小便尿尿完之后 你才去10分钟观察 它还在那边 还没破掉 那个泡泡好浓 那个就要小心 可是现在很难啊 你几乎上这手 一走掉它就 冲掉了 他有一个冲 冲掉 他讲冲掉之后 你再看他一眼 冲完了就几乎没了 大概就没事 可是他们后来发现 那个很黏的蛋白 你冲完它还是浮在上面 还是黏成一泡 这么厉害啊 这种就一定要 这个很可惜 你转从那个洗厕所阿姨 又把你洗掉了 是真的要注意 有一个水电工 他大概40岁的时候 他太太知道 他从年轻的时候 就尿酸就高 很容易痛风发作 那痛风发作 他年轻的时候 一年可能发作个一两次 那过了30岁之后 就变成三四次 比较严重的时候 甚至一个月会发作一次 那只要痛风一发作的话 他可能痛起来 一定要去打止痛症 吃止痛药 所以他一年 365天可能一半的时间 都在打针跟吃止痛药 大概到了40几岁 因为他水电工 必须靠一些劳力 他也出现一些痛风时 那他有一天他去上工 就觉得很累 再怎么样都提不起精神 就很累 那有一点就吃不下班 他本来以为说大概感冒 或什么 可是没有好 那他太太又觉得说 他可能是那个过了中年了 开始在衰退 就去找中医师 开始帮他调整体质 那吃了两个礼拜的药 更惨了 那脸色苍白 然后整个就是呕吐 看到什么食物就想吐 就想吐 然后开始晚上一直抽筋 然后晚上一直上厕所 后来有一天真的是没办法吃饭 就送到急诊室了 那一夜已经到那个叫第五期了 他之前都还不知道 他知道他痛风 但是他并没有去追踪他的肾功 那一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洗肾了 那洗肾完之后 他因为他是属于这种慢性肾衰竭 就长期洗肾 这一类的其实非常非常多 就是发现的时候已经到很后面 我现在来分享一个二十岁的女生 他的妈妈就是看过那个戴安娜王妃 还有凯特王妃 这种就是很美好的马雀骗风皇的经验 所以他希望他的女儿 从小就是备受呵护 然后就很漂亮 然后未来就嫁个好人家 嫁个豪门王氏 对 所以他就是非常非常细心的呵护 所以他就是有什么补的啊 有什么就是跟美丽啊 跟健康有关的他都会去买 他的标准是什么呢 贵的就是好的 所以他那种来路不明的他也没有关系 因为听说很好这样子 所以就花了很多的钱在他上 结果他的女儿真的是非常高 然后纤细 然后呢他也把他养得有点那个白里 没有透红就苍白那样子 结果呢其实他不知道 那个时候他女儿已经开始变苍白的时候 他女儿其实已经有蛋白尿了 他上厕所的时候都有泡泡这样子 结果有一天呢 他的女儿就昏倒 然后就送到急诊室 就发现他有 肾功能已经差不多是 刚刚那个洪医师讲的第三期 然后呢他又有 急性的高血脚 急性的酸血症 然后肺还有积水 然后就帮他住院治疗 然后就帮他做了那个肾脏的切片 就发现他其实本身 清天性肾脏是有问题的 然后再加上他妈妈后天给他 加了一些来路不明的药 所以他很快的就 从零正常的变成到第三期这样 结果他妈妈治疗完了 他女儿好了 他就带回家了 就中间就有一段时间 就没有在医院 医生说要回诊 都没有再回诊 就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 他是来到急诊 他女儿都不说话 血压200多 然后很喘 他只能坐 他没有办法躺 然后那个脚我去摸他 我只有轻轻摸 我都觉得对不起 因为我轻轻摸 那个水就流出来了 然后另外一只脚的皮肤上面 还有像那种烫伤的水泡 因为他没有破皮 所以那水就积在那边这样子 然后他喘得非常厉害 他从头到头 我都没有跟他女儿 讲过一句话 然后后来我就问他妈妈说 你之前的病例有没有 结果他拿了一大碟 我说那你知道我要跟你讲的是什么 就他就一脸就是想 就看旁边 因为他知道我要跟他讲 你女儿需要洗肾 然后你女儿怎么 他其实这些 我说这些话 其实别的医院都跟你讲了 对不对 他就说好了我要走了 就他女儿根本还没治疗好 而且非常的喘 他就带走了 就终于不知道 可能又再去了哪几家 他想要找到不一样的答案 但我跟他说 你找不到不一样的答案 大家的答案都是一样 他就是要洗肾 不然这条命就没有了 两个礼拜 到院前 几乎到院前死亡 来到急诊 然后紧急插管 在那个时候他才同意要给他洗肾 像我之前也就是 小的时候有过肾脏发炎 那我的印象里面就是 住院住了很长一段时间 因为要靠打针 然后呢 后来医生就有诊断说 我的肾脏就是一边的 两边的大小差异 比较不太一样 所以我就变成每一年的健检的时候 我都需要特别去照 那个曹音波 然后跟所谓的咽尿这样 然后大概前几个月吧 也又去做了一个检查 就是因为我觉得好像 自己感觉到 晚上的时候就容易水肿 我其实不太容易肿的人 后来就是 咽以后就是 那个 然后他是说不需要到吃药 可是可能就是 让我就是 做洗药再正常一点 然后吃东西注意 我记得我那时候肾脏发炎 有很长一段时间 又要吃低盐的东西 我们有分两种 一种叫做感染 很多女孩子 叫做要泌尿到感染 一种是肾丝球 就是那种蛋白尿 那如果说 你有肾 我不知道你年轻时候 那一次是什么 如果说是一个肾丝球 蛋白尿 然后变成后移症 那有一颗已经萎缩掉了 那的确要非常小心 就是大小的 其实我们正常肾脏大概十公分 那在我们的那个后腹腔 可是你知道萎缩 萎缩就是像慢性 它会萎缩一公分 要好多年的时间 那萎缩两个 所以你如果那颗萎缩 事实上大概这颗 没什么功能 可是为什么你的抽血尿毒 都还正常 其实我们肾脏移植 也是移植一颗肾脏而已 你一颗肾脏移植 就是你这些抽血 都可以到第一期 都可以正常 那只要一颗 我们事实上半颗就够了 所以你会发现 你如果开始走成第二期 第三期 表示你前面已经破坏一段时间 你看那颗萎缩的 其实它肾功能 应该剩下一点点 你可能是主要靠那颗 比较大的在做 有可能人的身体 一张肾脏是非常漂亮 一张肾脏是枯萎的 有一些人先天 甚至只有一颗肾脏 那这个不会带坏 它就会带肠 就是说那颗肾脏 我不讲十公分 那颗如果先天只有一颗肾脏 那颗就可能变成13公分 14公分 比较大 它会做一颗肾脏 做两颗肾脏 我的意思说它都已经枯萎了 没有必要把它切掉拿掉 我们讲说 其实你去看那些 已经在洗肾的 两颗都萎缩掉 那萎缩它也不会萎缩到 0公分 大概到7公分 6公分 那我们有文献统计 就是说那两颗已经萎缩 会像石头一样 因为细胞死掉纤维化 肝脏叫肝硬化 肾脏叫萎缩 那萎缩到硬掉之后 你不理它 它会不会产生癌症 我们后来发现 的确 我们会建议说 已经在洗肾 每三年还是要看一下 超音波 看一下你的肾脏 因为它的确 癌化的几率比一般人大 如果说慢性肾脏衰竭 还有一个东西要特别注意 就是不要吃到羊桃 并不是因为羊桃高脚 而是因为羊桃里面 有一个毒素 是慢性肾脏衰竭的病人 他没有办法代谢掉 那这严重的话 可能会死掉 哎呦 像我之前就有遇到一个病人 他主要来 祖宿就是一样 就是很喘 他喘了三个月 然后也是下肢水肿 那一开始他想说 是不是心脏没力 所以就跑来看心脏 那我就把他检查心脏 超音波看 心脏收缩功能还OK啊 那当下我们也是做这个 帮他做一些理学检查 发现他的这个肺 就是有听到一些湿的螺吟 就代表肺部有点积水 然后呢 雙脚下肢水桶已经两架以上 那当下我就帮他抽了一个血 就是我们刚刚最常验的 就是肌肝酸 那这个肾功能指数 就是肌肝酸已经达到6 那已经是第57了 然后甲乙脂已经高达5.5以上 那所以当下我就跟他说 这个可能要考虑洗身 那天人能吓一跳 后来 然后才发现说 原来他根本就是糖尿病 就是我们 这个台湾人 洗身最常见的原因 就是糖尿病 那血糖400多 那后来我就问他说 其实他自己 大概知道自己肾功能有点不好 血糖有点高 可是呢 他就是 选择 他来看医师这样 就是找那个中医师 结果没想到就是越刺越脏 后来就是转给 转接给生肝科医师 然后就进行洗身治疗这样 那我在这边有遇到一个 是50岁的大哥 他其实是因为糖尿病中风进来 缺血性的中风 然后复健到一阵子 我就觉得其实 他怎么越来越累 常常就在练战的时候 直接睡着 所以很危险 我们都要保护他 然后再来就是他 他尿尿都有泡 然后再加上他的血糖 控制得很不好 所以 马桶旁边就是泡加蚂蚁 就是会爬在那上面 就是很夸张 然后我们就说不行 一定要赶快去检查 结果发现那个时候 已经是肾脏病的第四期了 然后我们说这样子不行 一定要好好控制 那个大哥就完全 不理会我们 后来就是 变成洗肾这一条路 然后我们他来的时候 还问他说 大哥你这样子洗肾 有没有比较控制饮食啊 他就说 都已经洗肾 为什么要控制饮食 反正我都在洗啊 我就说 不是这样子啊 你这样会用得很快 这样可能身体会造成负担 我说没有关系啊 反正每个礼拜都有在洗 根本没在怕 所以我们就说 其实这样子不太好 就是有点 要不要医疗质别 他的理论好像也蛮对啊 对啊 反正都在洗啊 你最糟状况还有在怕吗 有人在问洪医生 对啊 想吃什么牛排啊 海鲜就跑起来吃了 洗肾病人我们还是要胃觉 洗肾病人要陷水的 你要想他到最后可能一滴尿都没有 然后他可能他只要水喝多 尤其我们病人一个礼拜洗三次嘛 洗一 星期一三五 礼拜一洗完就礼拜三就来 可是礼拜五洗完要到礼拜一多了一天 有时候水 有时候礼拜天大家又出去吃吃喝玩玩 那可能到了礼拜天晚上 他水已经累积了 比如说你们喝了一千细细的水 他就累积了 因为没有小便嘛 你会想过有一天你没有小便 那你喝这些东西累积在里面 他可能在礼拜天晚上就挂急 为什么 急性肺水肿 水一公斤一千七七两公斤 所以他们那个体重 我们要限制在体重的 就是他水不能增加太多 还有甲离子 我们有时候 我记得我的司机 每次会去接洗肾病人来洗肾 过去的时候一个独居老人 去敲他的门他就死掉了 你知道为什么死掉 因为甲离子高会心脏就会突然病死 甲离子 我们洗肾可以把甲离子洗掉 你每天吃水果吃青菜 为什么甲离子 因为你肾脏会排 那他们没办法排 那他你如果累积 如果我已经在洗肾了 我还是大量的吃 就可能会产生高血胰 就突然猝死 所以已经在洗肾了 还是要严守那个 这些还是不能说放 就放弃了 后颈布颈 头脏 这个我们常常有 我们常常会讲 累就会啊 累就会 肩就会很紧 头就会很 而且两边咳咳咳 哦 这边太阳穴 有的人把你按下去 你就爱也爱不叫我 哦 那个真的痛死了 很脏气嘛 这个到底有什么毛病 小心无声的隐形杀手高血压 在2015年的这个我们统计里面 高血压相关的十大死因 他已经超越来更多 达到第一位这样子 尤其在女性高达34 那男性高达26 真的有得到治疗的比率 只有三次 也就是说十个高血压 其实他真的去吃药控制 只有三个而已 所以说其实那种 很多的病发症很多的 为什么致死的原因这么多 就是因为比如说他血压高 没有控制 导致中风啊 然后初血 心肌梗塞啊 心血管阻塞啊 那我这边举一个很严重的例子 就是有一个55岁的女性 那她本身就是有高血压 她就是没有在空 她觉得说自己血压非常高 可是她觉得还好 也没有什么完全 没有什么太不舒服 了不起就有点脖脏脏的头痛啊 然后她就是觉得说 头痛就吃苦拿疼 她完全没有想到说 她这个不舒服是因为血压高造成的 那某一天她突然觉得胸痛 送到急诊室 然后胸痛来 到底是我们第一件事情是先量血压嘛 血压就是220或110 血压就非常的高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她胸痛 尤其前胸痛到后背 然后我们第一个很敏感就是 会先量她4次的血压 结果发现说那这个 手的血压很高 脚的血压很低 这时候医师大概心里就有底了 就是可能是很高可能性是这个主动脉玻璃 就大动脉的这个裂开了 因为血压太高了 导致这个血管已经没有弹性破掉了 那其实这种主动脉玻璃 其实有高达一半的病 是就是发生当下就 猝死 很多根本来不及来医院的 那果不其然我们当下就帮她做这个电脑断层 那一切就看到很典型的血管就裂一半 就找心脏外科医师然后给她开导接血管 那后来当然这个命手救回来 不过就是终生必须 好好的控制血压吃药 我跟各位报告一下 我们这个心脏学会有定出这个准则 治疗高血压准则 有一类是叫做非药物治疗的 我们称作S A B C D E 这大概有一个口诀 那S呢就是现炎 一天就是16公克的炎 大概一个汤匙的炎 对 炎 非常重要 炎是跟高血压息息相关的 那A就是酒精 酒精是适量的饮酒 这我们之前也有讨论过 适量 那几乎不可能 那B呢 体重减轻 然后C就是戒烟 那D呢就是这个 德酥的饮食 就是我们的饮食要清淡 一天要8到10份的这个蔬果 那1就是运动 那其实其中又以这个饮食 跟这个体重减轻 它减低血压的效果来得最好 各位饮食控制的话 就是我们有这个德酥饮食的话 就是你吃了很清淡的 吃蔬果 然后吃这个坚果类的食物 假设是这样的 对可以减低10到12毫米巩柱 那各位知道我们一颗降血压药 就是单方的一颗药 可以降低血压的效果 就是差不多10 那两颗不同成分呢 大概就是可以减低到16到18 那最好可以到20 这样子 那通常 但是你这颗药 double成分的话 它没办法降低20 这没有 不是这样算的 对 所以大部分减低10 也就是说你饮食的控制 大概可以让你少掉吃一颗药 其实有一类的药 不但不常 它对身上还有保护 还对那种蛋白药 特别有保护这种降血压药 我们就生成AC压、ARB 这种的 你以后就发明那种要吃了 稍微还有20%带壮阳 大家就 可以 多好 就不会再讀药 我们刚刚讲的 其实是不吃药的 就是说我们饮食控制 就可以让我们不用吃药 那第二个就是减重 减重 各位知道效果多好 减一公斤 可以减一个毫米巩柱 也就是说你减10公斤 你就可以少吃一颗 再少吃一颗药 那基本上你吃降血压 一般来讲假设吃一颗药 吃两颗药 大概是最 占了我们高血压治疗的 最大宗 也就是说你透过饮食跟减重 你大概可以 可以让你不用吃药 那医生让我问你 他原本就很瘦的人 他有高血压 他再这样瘦下去还得了 皮包骨 通常很瘦的人 不会有高血压 不是 通常有些是因为 肾脏长的肿瘤 或是说它是因为 器官的功能 对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导致的 他现在是普通人 他大口比较容易高血压 比较容易 那是透过减重的方法 所以莫老师讲的意思 所有万能的良药 就是你自己减重 对 你就不要担心 用这里哪里排 哪里排 自己就把它排掉 那其实这东西都是相连带的 你饮食控制 你就可以减 连带减重 一举两得 就是有一个 30岁的小姐 在我的门诊 她跟我讲说 医师我跟你讲 我的疾病根本 很难治 我说这怎么很难治 她就说 因为啊 我常常头颈部会痛 痛的都受不了 那我可能是工作压力比较大吧 就是你会开始找借口 工作压力比较大 睡得比较不好啊 然后我怎么吃都吃不胖 那我每一次这样不舒服的时候 我就会去买那个 就成药这部分先吃 因为下班时间很晚 可能诊所都关了 去看急诊又不对 所以就是买一些成药被子 所以我就帮她两个学校 她学校算200多 就我们帮她去做 这个部分的检查 她结果 测出来的结果是 肾上腺长了一颗肿瘤 肿瘤